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9月13日 周六凌晨 德甲第三轮迎来角逐 届时 多蒙特将主迎海登贤 虽然海登贤近况出色连战连胜 但上季两次交手大黄蜂 海登贤均无力取胜 加上此番需要做客出战 海登贤能够全身而退已算有所交代 实力分析 多蒙特近三场正式赛事能斩获二胜一合的佳绩 整体表现交足功课 不过大黄蜂联赛进攻端的表现难言理想 沾眉 比诺基顿斯在首轮没开二度后 上轮他本人以及球队军师白果 这样的表现为多蒙特敲响警钟 当一二 马轮 祖利安 白兰特以及马素 萨比莎等中前场球员确实需要在进攻端表现得更好 至于尼高 舒洛达毕克的停赛可能会影响多蒙特的后防表现 球队经济首个失球很有可能会在本轮产生 海灯贤是经济得甲三支头二轮斩获全胜的队伍之一 他们甚至以微弱优势占据榜首 全队士气正胜 法兰舒米特对球队进攻调教有功 最近六战进攻端均有亮眼发挥 最近五场甚至均成为最先入球方 他们似乎很喜欢抢开局 不过考虑到球队上级两战 多蒙特均已何贵贵 其中作客一役 半场就落后零比二 海灯贤此行注定不易 领队对比 对于纽尼沙轩这样的年轻主帅来说 在德甲执教无疑是巨大挑战 要知道他本人生涯 执教胜率仅四成出头 好在身为多蒙特名宿 纽尼沙轩对球会相当熟悉 而且上级下半程担任助教的经历 对他升级成为主帅 有莫大帮助 不过 纽尼沙轩似乎仍未找到最适合多蒙特的阵势 上轮使用他最擅长的4TARF3 一亿未能率队取胜 他肩上的压力并不轻 法兰舒米特是海灯贤的灵魂 甚至可以用一人一成去形容他 该名主帅已经率领海灯贤 征战超过600场赛事 因此球队有今时今日的良好表现 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他是最大功臣 亦是足坛的一大奇迹 关键球员 可能没有任何人想到 为多蒙特经济攻入联赛第一球的是 小将詹美 比诺基顿斯 而且首轮就完成了梅卡二度 对比上级较为依靠当耶尔 马轮以及祖利安 白兰特在进攻端打开局面 或者赞美 比诺基顿斯的进攻表现 是纽尼沙轩上任后带来的第一个改变 只可惜詹美 比诺基顿斯的表现 未能延续 也可能是球队下半场 踢少一人的原因 大黄蜂上轮进攻端受阻 保罗 云达头二轮贡献两球 以及一次助攻 是海登贤表现最出色的攻击手 从球队最近进攻端 火力丝毫不减 而且从头二轮攻入六球 全得甲最多来看 法兰舒米特对球队的调教 简直出神入化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